欢迎收看校园新闻 我是主播郑宇杰 学英文不再仅限于知识化的学习 多元化的教学 让学生更可以轻松爱上英文 参加Easy Cafe所举办的活动 让你了解什么是边玩边学 从欢乐中学到听说读 一起来享受英文带来乐趣 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 这里不是便当街 而是位于资店馆一楼的Easy Cafe Easy Cafe每周三定期举办各类型讲座 这次则是邀请到和伦佳老师 来为同学示范如何捧煮香碎肉 让我们一起进去敲个就镜 你听过香碎肉这道料理吗 为什么和伦佳老师选择 为同学示范这道料理呢 难道这是起源于加拿大的吗 我选择这道料理因为这道料理 我妈妈在年初做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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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喜欢吃这道料理 我妈妈在年初做的一天 我妈妈在年初做的一天 从食物到游戏 让学生从乐趣中学英文 跟老师聊天很轻松啊 又很开心 又可以练习英文这样 可以从一些日常生活煮饭 这样学习英文还不赖 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学习英语 学习英语 除了星期三的活动外 每周四也会举办电影职业 让同学习惯用英文字幕看电影 从欢乐中也可以学习英文 赶紧把握每次参加活诺的机会 Easy Cafe欢迎你 冯甲新闻正宜节 赖亚轩采访报导 网络谣传传 手机可以拿来煮蛋 你相信吗 由正琪老师的天线设计课程 藉由课堂上的讨论 让各有所长的一般声 与在职声相互交流 并且透过实验 破除一些网络上的留言 课堂上 同学们踊跃发表对问题的看法 这是尤正琪老师的天线设计课程 修课的人 有熟悉理论的一般声 以及实物经验丰富的在职声 这门课的组成 包括了全职的一般硕士班的学生 跟这个在职班的学生 那他们各有其优缺点 那所以说 藉由在这课堂上的互动 还有课程里面 他们互相的交流 可以去补足他们两个 彼此之间不足的地方 课程讨论的范围 包含天线 基地台 以及生活中息息相关的问题 甚至网络上的留言 也在讨论的议题中 例如之前网络上谣传 手机发出的电磁波 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把一颗弹煮熟 为了确定其真实性 就有班上的同学 进行了一次 比网络上更严谨的实验 它所辐射出来的 这么小的一个瓦特素 那在空气当中 它已经事实上 它已经被这个环境所吸收 所以说你的热量所产生的 对于这个弹的一个变化 事实上是有限的 主熟一颗弹 需要大约14000瓦的热量 而手机辐射功率 每秒0.2瓦 如果没有任何热量散事的话 也要19个小时半的时间 那当初规划这门课程的时候 希望它能跳脱以往传统课程 偏重于纯粹在理论方面的传授 和缺少互动的这种缺失 老师让同学们 藉由课堂上的讨论 结合理论与实物 并且应用于生活上 在似是而非的问题中 用科学的方式找出正确答案 让学习变得更加灵活 风甲新闻杨正杰 赖亚轩采访报导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主播郑宇杰 我们下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